主席各位委员 可不可以请一下中选会的赖主委 赖主委 赖主委你好 赖主委你好 那个刚才黄昭顺委员他讲的没有错 因为我前几天跟他到高雄县 参加那个高雄县市合并自治论坛的一个研讨会 刚好那个小组是属于族群族 那黄委员他也很关心 原住民参政权的部分 那因为地方制度法 可以说是中央强力主导的一个政策 要我们修改地方制度法 所以召开临时会 那当时原住民的乡镇 几乎是只有三都嘛 台北市台北县跟台中市而已 我以为说可能会影响到的 只有台北县的乌来乡 跟台中县的和平乡 但是后来两个都也加进来了 两个都加进来 又影响到高雄县的南马峡乡 茂林乡跟桃园乡 所以那几天我们去那边的时候 那三个乡镇的南马峡乡 桃园乡跟茂林乡 他说你那个地方制度法一修改 我们代表也不用选了 乡长也不用选了 我们私以言有没有保障名额 那这个这些问题啊 就问到我们这边来 所以我说严住民的参政权 也好像是因为地方制度法的修改 直辖市的合并 就变成三地乡的乡长 已经他的 那这五个乡啊 这五个乡 几乎是被剥夺了 所以我一直在立法院 我一直建议总统跟 这个我们行政院长 原住民的参政权是宪法保障的 三地乡的乡长是保障三地原住民的 那如果说三地乡改制为区 变成直辖市的一个区的话 他的区长应该是保障三地原住民 那还好在这次地方制度法第58条 已经有把它纳进来 所以我也跟相亲讲 我说现在只是第一阶段 三地乡改制为区的话 我们区长还是有限三地原住民 在地方制度法的第58条的修正案 有列 那那个 但是他们也觉得有点不甘情愿了 那五个乡镇本来是属于民选的 等于是类似自治的一个地方 制制的一个团体 变成官派 所以大家代表又又又又怎么样 又又又不能选 所以这五个乡镇 他们的参政权还是有受到影响 所以今天我们高雄 高雄县的还有台中县 台北县的这五个乡镇 那我是想想问一下主委 直辖市议员 大家有分三言跟平言 这个是一个进步了 我对中央协议会这一次可以说是花了相当大的一个心思 怎么样研究设计保障 原住民的政治参与 这个我是肯定 这个我非常肯定 就是说你直辖市议员的部分 有把研究民的这个一言的席次有把它纳进来 那也有分成三言跟平言 而且最起码说有贯彻到一个标准 就是说三地乡都保证一个直较市议员 这个部分我是肯定 那如果说相对于平地的话 县市合并的几乎是少掉三分之一 但是研究民大概少一席或这个可以说还是有相当比例的有保障 这个是我肯定 但是那个还是还是还是有一些 像那个台中市的 我们研究民的市议员少了一席 直辖市议员少一席 高雄市的高雄县市合并之后 研究民的市议员也是少一席 所以这个部分还有没有办法来来补救 对 我想这个名额是地方制度法规定的 而且名额多少是不归我们管 我不归你们管 是这个内政部管 我们是依据内政部所定的名额 然后来划分选项 所以这个习次的分配地方制度法 这个是内政部修 不是中央选委会 那这个我想请问一下 那这个高雄市 好比说你直辖市的市议员 那研究民是少掉一起 那高雄市高雄县市合并 高雄县那三个三地乡 它都有一个一席的直辖市议员的保障 那跟高雄市合并的话 它的选区怎么划分 像好比说高雄县 它桃园乡 茂林乡跟南马下乡 它跟高雄市合并 跟高雄市的那几个行政区啊 前镇什么小港 你那个是要怎么划分 这个选区怎么划分 直辖市议员这三席 三地原住民的 这个你们现在是 是你们这边在做研究 还是内政部 这个选区划分是我们的职责 那我们选这个是对原住民的选区发分 我们基本上是尊重原住民的共识 那请问一下主委 你们你们这个高雄市直辖市原住民的市议员的选区啊 你们你们到什么时候可以把它弄出来 因为我们是请这个高雄市选举委员会 在三月十六号以前把他们的案报上来 报上来以后 我们在审核以外 我们也可能要开一个公听会 可能报告邀请委员来指导 然后最后才做一个比较合乎 这个三地原住民的这个共识的这个话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知道的 三地原住民的直辖市议员 大概就是大高雄市高雄县市合并的 因为他三地原住民有三席 所以这个三席的话 你们必须要做一个险序的一个调整 那这个可能要早一点定案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出炉 我们是因为最慢 我们是在这个 这个六月十二十五号以前 我们就公告险序 所以那个之前我们在五月以前就要定案 所以我们要求他们三月十 十六号以前要送来案子 三月十六号 就是地方把高雄市选委会 把他们对这个选区发分的这个 意见 理由 简图 然后公听会的资料送给我们 我们审查 我们认为有问题的 我们会再开一个听证会 公听会以后我们再做比较贴切的 尤其是我们特别重视是原住民的共识 好 那我想主委 你是到地方办公听会吗 还是在中央 公听会是在这个地方的公听会是地方全委会办 我们这个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听会是我们在台北办 到时候届时要通知我们几位民意代表 特别是我们原住民的部分 好 我想这个 这个问题 那另外的话就是 主委那个 卫生署长 杨志良 他这个 他说 这个平凡选举 获国殃民 所以他这个大叹不如归去 那后来今天报纸民调 这个四成四的民调是同意 他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说几乎我们每年都有选举 两成五是不同意 那 这里面呢 就说 为什么会同意这个说法 平凡选举 获国殃民 那因为 他说 耗费社会资源 是最大的选举之二 这是六成七 那第二个呢 平凡选举 造成社会分裂跟对立 这是第二名 第一名是耗费社会资源 所以 所以我想说 我提这个意思 那你刚才也报告了 就是我们将来要减并选举 因为几乎台湾是每年都有选举 每年都有选举 所以 刚才有几位委员提到 立法委员的选举跟总统的选举 时间 差不多只隔四个月 那我们现在 中选会啊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让总统选举跟立委选举 合并执行 因为这个 减并选举 跟这个 不在籍投票 同样都是我们现在推行的政策 所以我们在这两者之间 如何能够调和 做一个最好的决定 所以不排除合并选举 不排除合并选举 那我想再请教主委 那您刚才讲说总统选举的话 可能会实施不在籍投票 立委选举 可能没有办法做做这个不在籍投票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 因为不在籍投票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来讲是从来没有做过的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一定不能因为不在籍投票影响了投票的正确性 或者是投票的这个效率 而造成这个人民的不满 所以我们要考虑这点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巡细渐进 因为这牵动是蛮大的 那如果合并选举的话 不是不在籍投票就可以办了吗 对 合并选举的话 不在籍投票的话 我看如果只办总统的不在籍投票是 大概是还有克服困难的可能 如果同时都要办不在籍投票的话 问题就没那么简单 好的 那总统选举是提前呢 还是会立委选举延后 因为立委选举延后是不可能的 因为除非修宪 立委选举延后是不可能的 除非是修宪 对 那总统选举可以提前吗 因为没有法律明文禁止 那那现在那那这要修宪才能够合并选举啊 不是 就是说你提前到这个总统任满前四个多月以前就要选 选总统选举 对 所以选出来以后 这个所谓不好讲拨脚 就是说这一段这个 如果是同一个人连任 连选连选连任倒是没什么问题 如果新当选总统不是同一个人的话 这个四个月的时间 这个空档 这个空窗期 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政府的正常的运作 这个是可能值得考虑 基本上我还是希望 好 这个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 因为 那个杨志良署长讲嘛 平凡选举获国殃民 我还是希望说能够朝向一个 合并减并的方式 合并的选举 那有什么需要要修宪的或什么 应该提早进行 好不好 那不再去投票 这是你们中选会 你们自己本身 会的一个考量 因为这是我们刚实施的 那如果说用总统先实施 立委以后再实施 那也可以 因为总觉得我们是要循序渐进 要确保这个选举的这样的一个公平性 跟那个安定 所以我想说我在这里 就这几点 就交于主委 好 好 好